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他当选第一的理由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上至老人 下到小孩 入嘴急话 回味无穷 最最重要的是 他制作特别简单 米饭馒头随意搭配 都是精品 作为懒人一族 这道菜值得点赞 值得推荐 展开全文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秘密之一 他最初是成都市北郊万福桥一家 名为陈兴圣饭铺的小饭店 老板娘陈刘氏所创 因为陈刘氏脸上有麻点 人称陈麻婆 他发明的烧豆腐 就被称为陈麻婆豆腐 一直传到现在 李红张会菜贵菜 我们都吃过 平常所说一锅炖 有啥炖啥 但今天推荐的李红张会菜就大不相同 海参 鱼翅 鹿筋 牛鞭 这些在我们生活中不常见的食材 为主用宝定府怀茂前面酱 精心配做了一道南北结合 高低香配的会菜 单从食材来讲 价值极高 炖出来的味道 也不用说 香味扑鼻 四处可闻 清朝重臣李红张官拜直立总督兼北梁大臣 在奉祠喜太后之意 出使乌美各国 因不习惯吃西餐 非常思念家乡饮食 李红张回到直立总督署后 给膳食总管董茂山谈及此事 董茂山心领神会 便与师弟常春园掌柜王喜瑞 共同研究出这道菜 瘦道李红张的赞扬 故此得名 公宝鸡丁比起之前我说的麻婆豆腐来讲 公宝鸡丁和它不相上下 光从表面就能赶 瘦道色香味俱全 更别提倡起来了 对于我来说 这道菜是最适合下米饭 勺子咬一口 既有鸡肉的韧劲 夹杂着花生米的酥脆 每个地方对于公宝鸡丁的做法些许不同 但最值得回味的是 它其中夹杂着家的味道 丁宝称原籍贵州 据说在山东任之时 就命家厨制作酱鸡丁等菜 很合胃口 但那时此菜还未出名 调任四川总督后 每日艳客 他都让家厨用花生米 干辣椒和嫩鸡肉炒制鸡丁 肉嫩味美 很受客人欢迎 后来 他由于戍边御敌 有功被朝廷封为太子少宝 人称丁公宝 其家厨烹制的炒鸡丁 也被称为公宝鸡丁太白酱肉 看到这估计已经坚持不住了吧 肥瘦相见 肥而不逆是太白酱肉的特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太白酱肉被人们称为 宾临失传的川菜经典 用筷子夹起一块肥肉在辣椒面上一沾 辣椒的辣与肥肉的相合二为一 瞬间勾起你的味蕾 太白吉里白 传说四川将由青莲使其故里 酱肉源于此 所以称之为太白酱肉 除此之外 应该还有对礼白的怀念 民国美龄州有荤有素 当然还差点州 最后强力安利民国美龄州 一听这名字 就感觉很有内涵的州 它其中夹杂的糯米和山药 油豆浆熬制而成 香味四溢 口感软糯 正好适合在这燥热的夏天喝上一碗 清爽一整天 宋美龄本人很注意养生 要求厨师为她熬制一种 用上等筋米 豆浆 百合 山药小火 慢熬煮而成的州 这种州最大特点是有养颜 美白润肺的功效 后来被命名为美龄州 看过这些延续古今 流芳百世的美食之后 我不自觉的 又要有感而发 大家莫嫌弃 毕竟我也是个多愁善感的男孩子 许多美食正慢慢消失 就让我们好好珍惜那些留下来的 享受独有记忆的味觉盛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